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 去年3月9日 我當選國民黨補選的黨主席 至今已將近一年的時間 那我從我就任黨主席開始 就跟我們的團隊 我們所有的黨務同仁 我們同志展開黨的改革工作 這一面包括如何生存 調養體質重新壯大 這些階段當中 其實我們也遇到不少的困難 挫折挑戰 大從高雄市市長的罷免 議長的補選 市長的補選 面對蔡政府的蠻橫壓壩 以及违背民意 的這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特別是開放萊豬進口 所以我們也推動反萊豬的相關的運動 包括公投 還有很多其實在黨的改革方面 我們在財務面 兩岸面 青年面 還有組織面等等 各方面的改革工作 想盡辦法 想盡辦法落實扁平化 網路化 數位化 還有國際化及在地化 等各個面向的改革工作 到今天 快一年的時間 時間也過得非常快 那我們也看到很多的資料 統計 還有很多民意的顯示 國民黨正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 也因此 我在此 也跟我們所有的黨員先進報告 還有社會大眾報告 我會勇於接受挑戰 繼續爭取黨主席的連任 所以我會參加今年中國國民黨 黨主席的選舉 繼續深化 國民黨的改革工作 當然如果 有機會當選以後 為帶領國民黨 打臨 2022的勝選 以此做基礎 繼續 讓國民黨能夠在 2024 重新 獲得民心 得到人民的認同 跟支持 最後能夠重返執政 讓台灣 讓中華民國 有更美好的未來 所以在此 我鄭重 向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的統治先進 做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主席剛才提到說 希望帶領黨打贏2022跟2024 你在臉書的宣言好像有講到說你要當造王者 你的意思是說你自己不做做教的那個人 你要做抬教的那個人 就是貪摳 2022的這個地方的選舉 馬上就要到了 我們希望明年國民黨能夠先打下勝選的一個基礎 那至於2024作為一個黨主席我應該是要全力全神灌注在找出一個能夠幫國民黨在2024贏回政權 重返執政的人選 這是我如果未來繼續擔任黨主席的話 我在2022跟2024的重要政治目標 所以你的意思是認為說自己不會是選項 候選人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都尊重 但是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想法 那你特別強調這一點是針對已經宣布說考慮選總統的趙少康先生 又或者是說有意要選總統的朱伊倫 沒有針對任何人 我剛剛已經強調這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跟我自己的看法 選不選黨主席 或者如何參選黨主席 參選黨主席以後又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完全照我自己的想法 跟我自己的步調來走 為什麼會選在今天中午發表聲明 剛好這幾天那個韓市長也有發表說他要付出的那個影片 跟這個有關嗎 我剛剛已經講了 所有決定參選不參選 或者要如何參選黨主席的事 我完全只有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節奏跟步調 沒有跟其他人沒有任何的關係 主席你宣誓剛剛知道 你怎麼是要保護跟其他人合作的可能性 我剛剛提到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想法 因為每一個要參選 國民黨黨主席的候選人的條件都不一樣 背景也不一樣 可能目標也不同 那我自己要參選 我就把我自己為什麼要參選 參選以後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跟大家報告 那其他應該是留給選民 也就是我們的黨員來做決定 這樣才是尊重我們的黨員 黨內的有志知識其實蠻多的 但是現在好像也就只有張亞中這些人 有來表態 那你希望就是說 在你表態之後 也希望大家趕快來做個表態 大家一起做個公平競爭 這我尊重大家 因為參選不參選 真的都是大家自己本身的考量 我必須尊重 然後呢 我之前有說過 國民黨的黨內民主 就是要能夠良性跟公平的競爭 那我們樂見這樣子的一個黨內民主的發展 主席你在那個選議裡面提到蛙人的心情 那是有什麼特殊的 因為過去這一年的確我們遇到了很多 應該講過去不曾遇過的事情 就是說國民黨做一個126年 127年的政黨 早期當然有革命 然後這個更早年的這些北伐這些等等 甚至抗戰 其實都是很辛苦的階段 但是在台灣民主化以後 國民黨面臨 在一年內面臨這麼多事情 不管是敗選 罷免 然後補選 包括作為一個最大在野黨 上街頭 甚至是最近的地方民代的罷免案 在一年內要遇到這麼多事的黨主席 可能還真的不多 所以每一次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或者是我們的黨務同仁 其實大家壓力都非常的大 我們知道大家對國民黨仍有高度的一個期待 社會大眾也好 支持者也好 希望國民黨扮演一個強有力的在野黨 然後能夠監督政府 然後又期待國民黨能夠重返執政 然後也期待國民黨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戰役當中 能夠獲勝或能夠有所進展 所以做一個黨主席當然壓力很大 那這種壓力就好像 會想到我當初在接受這個挖掩部隊的訓練的時候 幾乎都是撐到最後一口氣 那個就是有點喘不過氣 但是最後撐過去了 游泳游到快要滅頂了 還是要繼續往前游 游到上岸為止 但我想那個心情大概就如同我過去這一年來 在面臨這些大大小小的戰役跟逆境 每一場戰役每一場這個挑戰 可以說都是逆境 尤其國民黨現在做一個在野黨 也不是過去的家大業大的國民黨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沒有人沒有資源 但是面對眼前的戰場 你也不能逃避 明明知道這個戰場是很艱困很艱苦的 可能要犧牲的可能會失敗的 但是我們不能放棄 我們堅持到底 我們全力以赴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的心情 主席大家過去看到你啊 都是戴有框的眼鏡 但今天好像特別選了一個無框的眼鏡 是有不設限的意義 你也好會想 眼鏡也可以做文章 太會想了 這隻眼鏡我本來就有 我大概幾隻眼鏡輪著戴 因為眼鏡也需要休息一下 主席韓市長推出影片以後 短時間內累積的那個點閱數跟點讚的都很高 那他接下來會是系列影片 他這個聲勢對你來說是壓力嗎 我覺得我蠻正面看待韓市長的這一些 非常軟性跟溫暖的作為 那韓市長現在也是國民黨的黨員 那我們的黨員做這樣子對社會關心跟正面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應該鼓勵 也應該正面來看待 請問我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想要請問您怎麼看待昨天 蔡政府的國安人士大當中 有關邱泰山擔任 主委委會國兩岸路線有沒有看見 那第二個問題是 郭曉忠教授說 國民黨主席的參選人 你必須有義務提出這個兩岸從戰爭邁向德國的距離 首先關於這個張亞中教授的建議 當然很好 那我覺得尊重每一個候選人 那我相信每一個候選人也都會被問到兩岸相關的議題 那到時候這些候選人 包括我自己也一定都會提出一些比較具體 或者是未來短中長期的一些可能方案 那我覺得也可以給社會大眾來做參考 來做討論 第二個關於提到蔡政府在昨天的人事改組 我必須講就是我們在拜登政府當選 拜登當選 拜登政府就任以前 我們也不斷的提醒蔡政府啊 未來的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還有整個區域情勢 以及美國的對外政策 戰略等等 都應該會有所調整 所以我在過去我也提醒他們要 早點做好準備跟安排 那我相信他們昨天的調整跟安排 應該也是有把這個話聽進去啦 然後也做了一些調整 那只是說這樣子的人事調整 到底能不能因應 目前以及未來啊 整個區域環境 還有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變化 這個還要觀察 這個還要觀察 那此外呢我也必須講 因為目前以中華民國來講 兩岸國防外交就是總統的權限 所以那個也告訴我們 最後我們能不能夠有效的因應跟調整 那個關鍵的人物就是蔡英文 就是總統 所以這樣的人事調整背後 其實我們更想知道 或者他應該更跟國人報告的是什麼 是他對於現在這個時局的看法 以及他有沒有想要在兩岸政策上面做調整 還有如何回應 我覺得總統應該親自出來面對啦 就是說他怎麼樣回應新的情勢的發展跟變化 因為從這些人選的更換來講 也有人批評是換湯不換藥 也有人批評說是大風吹 都有 那就是表示透過這樣子人事調整 大家還沒有辦法很清楚的了解 到底總統是怎麼樣看待 或者蔡政府準備怎麼樣 因應這樣子局勢的一個變化 唯一大概如果要勉強講的話 就是說 把陸會的主委調去當國安局的局長 是不是代表未來的國安體系 國安局的研判裡面 會側重在兩岸 或側重在針對大陸面的一些分析 來怎麼樣 嚴禮我們的一些國安政策 或者國安的做法 主席選舉 就是說 因為你之前在年前的時候才剛有去拜會 就是黨內的一些大 情侶之旅的部分 那接下來 現在宣布要參選連任什麼對不對 對 接下來腳步大概是怎麼樣 第一個我還是現任的黨主席 所以黨務工作我們是繼續做 繼續推動 第二個 我是現任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會把立法委員的工作做好 這兩個都是我現在最重要的本分工作 我會把它做好 那至於你所謂的這些關於主席競選的活動 那個應該都會比較屬於在登記以後的事吧 就是我們還是會有一個流程跟機制嘛 林表登記這些等等 那真正的主席的競選活動 也應該會比較屬於是在後段 就是登記了以後才會展開 所以現在還沒考慮到說到時候如果進更新要請假或是找誰代理黨務 這個其實我們就照規定嘛 照規定來走 那中三中常委聚裁會討論到說主席選舉的體德 不會 因為基本上這個禮拜的中常會 中常委們他們之前就已經決定會是一個春酒 就是大家把團敗然後聯誼的一個春酒 主席你聲明裡面其他人講還股票數啊 是不是對於黨內有些人分機太多 該政府的一些人無法 我其實整個的聲明我都必須講 就是我對政治的一些看法 然後關於你提到那一部分呢 我必須講 我要感謝所有在國民黨最低迷最困難的時候 繼續留在國民黨 跟我們一起奮戰的 這一些好朋友們前輩們 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這一些所有的前主席們 我在擔任補選的黨主席這段時間 我也常常請益他們 他們也給我非常大的幫忙指導 關鍵的時刻甚至都跳出來 支持我們所做的一些決定 所以我在此我特別感謝他們對黨的 在這麼困難艱難的時候 依然能夠來幫忙來協助 我們現在有14個縣市的執政 所以如何確保這個是最基本的 然後有一些是要連任 有一些要重新提名 那當然還有幾個縣市是 我們現在還沒有執政的 那我們會逐一的去評估 逐一的去推出最能夠盛選的候選人 那細節的部分我想 我就以後再跟大家報告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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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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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演員